有不少飞行游戏玩家表示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研究 对大黄蜂战斗机的性能和操作方法都已基本掌握 无论从航母上起飞或无厘头空战 均能应付自如 但卓舰却十分头疼 想知道现实中舰载机回收作业是怎样的流程 以及飞机卓舰的操作技巧 恰好一架FA-18正在返回航母 我们就观察一下该机是如何回收的 此时它进入了航母管制区CCA 这是一片以航母为原心 搬进50海里的空域 进入此空域后 空战管制员便将返航飞机的管制权 交给航母空中交通控制中心CATCC的雷达管制员 这个控制中心在三角形停机区甲板和机库之间的加层里 有多个舱室及三四十名空管人员 这时返航飞机向管制员报道 告知油量、位置、高度、进进类型及所带、弹药等 并收到管制员回报的回收代码 基准航向BRC和准降时间 当飞机距离航母湿海里时 一旦目视接触 飞行员需报告CEU 这时雷达管制员就将管制权移交给进进管制员 是天气情况 如航母管制区的云底高度大于3000英尺 且能见度大于5英里 则执行一类进进 不需要仪表飞行 如云层较低或月黑风高 就执行二类或三类进进 飞行员必须进行相应的仪表飞行 仪表进进时 这架大黄蜂要减速到250节 在距离航母式海里时 进入最低高度2000英尺 直径大约5海里的左弦等待航线 该航线通常最多容纳6架战机 彼此最少错开1000英尺高度 并保持足够的间距一起转圈 航母在圆环的三点位置 而降落甲板的中线指向 也就是BRC航向与圆环相切 如果是缓慢的C2汇口运输机 做一类进进时 则需进入高度500英尺的右弦等待航线 收到降落指令后 战机在和BRC航向夹角达到150度时 脱离等待航线 它一边下降 一边大半径转弯 速度从250节提高到350节 飞到距离舰尾三海里处时 机头对正了BRC 这里就是降落航线的起点 一类进进时 起点高度为800英尺 现在飞机以350节速度进入降落航线的第一边 超过舰首后做脱离动作 左转进入第二边 此时要避让弹射起来的飞机 或优先等待航线上的挥狗运输机 同时收由减速到250节 左转进入第三边 这时航母在飞机左侧约1.3海里处 飞行员一边继续左转下降 一边放下其落架金翼和着剑钩 并断开自动配屏 武器电源和刹车防滑系统 同时检查气动外形 高度空速等 着剑清单核对完毕 飞机下降到了600英尺 当航向和BRC夹角180度时 飞机开始以30度坡度 和每分钟300英尺下降率转入第四边 同时 进进管制员也将指挥权交给了 舰尾的着剑指挥官LSO 由终端进进管制员监控降落 当飞机航向和BRC垂直时 高度已降至450英尺 下降率则增加到每分钟500英尺 当航向和BRC夹角45度时 飞机越过航母尾流 此时高度330英尺 约100米 距离舰尾0.8海里 约1.5千米 从这里转入第五边 这时飞行员将飞机改平 并使甲板上驻降镜的光点 对正机比 以捕获坡度为3.5至4度的下滑道 一旦听到着剑指挥官发出 Roger Ball的降落指令 飞行员就开始忙活 它一边轻微向右压感 让机比持续对准缓慢右移地跑到中线 一边前后移动操纵感 使机身在3.5度的下滑道上 保持5度扶养脚 也就是维持住8.5度攻角 一名老手能通过快速移动操纵感 使飞机攻角和航向稳定不动 同时以轻微的油门微调动作 精确控制下滑坡度和速度 让驻降镜的光点始终保持在刻度线上 在第五边飞行的20秒内 飞行员按照驻降镜、航向、公角的顺序循环扫视 同时监听LSO的语音指令 依靠高度协调的手掩脑和双脚动作 让大黄蜂沿着坡度3.5度的直线或平缓弧线 以每分钟700英尺的下降率 朝着宽度8米长度40米的阻拦区域受控坠落 不出意外 飞机将以130节速度和每秒3.5米的下降率 哐当一声砸到甲板上 最大过载接近4G 这时立即将普通大黄蜂的油门推至加力 或将超级大黄蜂的油门推至军推并维持3秒 如果驻降镜的复飞指示灯没有点亮 说明勾上了阻拦锁 等飞机停下 就可将油门收至怠速 因此 在摇摆起伏的航母上降落 操作方法和陆地机场完全不同 飞行员必须把飞机当成石头 不偏不倚正好扔到甲板上 感谢观看